荒郊野岭一路开往录影场 这条路可能就是美国22岁网红裴蒂托生前最后出现的地点 8月底录影场附近还可以看到裴蒂托的车 随后他突然失踪 现在警方找到他的遗体初步认定遭人杀害 而一起旅行的未婚夫劳德里销声匿迹也成为最大嫌疑人 劳德里在未婚妻不见之后曾回家一趟 据传他后来跑到国家公园从此不见踪影 FBI出动侦察犬还派出潜水员下水搜寻 不放过蛛丝马鸡 两人先前疑似有过激烈争吵 目击民众表示8月27号还看到两人在一起 但到29号却只剩下劳德里一人 这宛如悬疑电影的情节引发美国民众关注 网友纷纷扮起侦探提供警方线索 要查出百万网红为何会离奇身亡 TVBS新闻纵不懂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